大家好,欢迎收看加国新闻台,我是主播林幻柱 昨日下午第六节时,在艺文馆发生了一起雄暴事件 男同学突然用手从女同学背后抱住女同学 令女同学感到非常不舒服 导师找当事人来询问,女同学表示确有此事,而且感到非常不舒服 男同学却认为只是开玩笑没有恶意,下次不会再犯了 虽然男同学已有回忆,而且也向女同学道歉 不过为凡患未然,导师能难寻求辅导老师的帮助 协助辅导当事人,并且也向学务主任建议 加强宣导性教育 雄暴这个行为有很多地方都要去考虑到 你要考虑到的是,不能只注意到自己主观的感受 而是对方的感受可能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界限的部分 本校的性教育从各方面展开 那包含了从生活上,还有课程教学上的 还有活动宣导以及环境布置的 这几个层面呢,都有来做实际 谢谢两位师长 现在就为各位报导,加异国校园如何宣导性教育 加异国中为了加强学生对自我身体的了解 透过校园情境布置外 健康中心每年邀请专家力小宣讲 男生应该要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女生的生理期 你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在用什么态度之前 我们应该先去了解对方,去尊重对方 当你学会尊重跟了解对方的时候 你就用平常心去看待异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男生的青春期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男生青春期的部分,第一,你们可能会有所谓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发育 再可能会所谓的一些像梦里的部分 对,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注意事项里面 你们要学会去问一下你的师长 对,或是你的爸爸去寻求帮助 重点是你遇到问题一定要学会去寻求帮助 应该要如何注意跟异性的相处 其实你们就用一个很正确 然后就是一个很和谐,很健康 然后互补的一个精神 比如说我跟你就是很同心 就是感觉就是我跟你就是很好的朋友 我就用平常心去相处就可以 那平常心,然后我们互相去学习啊 然后互相去,去可能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跟对方相处就好了 听了完护理师的演讲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自己青春期发育的变化 也了解异性青春期的变化 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看待彼此 谢谢护理师 路过生动的演讲,让国一学生能够清楚了解自己 也了解身体的界限 对志气未托的国一新生来说,有更深入的认知 此外,网络社交媒体充斥 网络交友成为新少年误入歧途的陷阱 本校护理师特别以生动活泼的演讲与状况剧 提醒学生网络交友的陷阱 青少年目前的网络交友陷阱 大多着重在通讯软体 或者是一些网站上的交友网站 因为他们的那个性情都不是很成熟 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成年人的诱拐 性侵啊,或者是更惨的 他们必须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 可能轮落到毒品的牺牲者 学生他们自己去写剧本 自己去编角色 我觉得学生的反应非常的好 老师利用演讲方式 然后让我们更深入了解 然后假如真的遇到色狼可以及时应变 或许自己派不上用场 那别人如果发生遇到色狼时 也可以告诉他如何应变色狼 应该要谨慎 告诉司机或大神尖叫 叫别人求助 才不会使自己更危险 如何与异性健康的相处 也是很重要的课题 本校辅导老师于课程中用小组讨论 与短剧演出的方式 让学生学会如何更理性的与家人 还有异性沟通 我们之前说好 我们演戏是因为约定而吵架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彼此沟通 好一个时间 然后在时间快到的时候先进行 就是提醒对方的动作 临时约好然后产生冲突 那产生冲突之后我觉得 可以不要找那种会让女朋友误会 会说可能劈腿之间的情况 然后不要冷战 然后放下身段好好就跟对方沟通 就这样是比较好心 我一定要提到你的动作 然后呢 他是不是最后我们要做以后最后要和好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档架 对 你不是说 我不是撒钱之类的 我可以先说 包康 包康 好 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与课程 不仅能帮助学生更认识自己 学会尊重别人 进而了解如何善有网络资源 谨慎则有 达到健康交友 营照更健全的人际关系 本校是建筑性教育议题中心学校 除了对艾滋病防治宣导之外 坚定学生正确的性教育观念 也是重要的课题 透过正式课程 演讲宣导 以及情境布置 帮助学生如何提升认识自己 到尊重别人 最后学会如何与异性相处 这样的课程远远比学科来的重要 再次课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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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本台今天有关性教育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